为了达到目的 他竟然不惜把自己装进冰箱 躲进冷藏车差点被冻死 《猎兵》中的黄宗伟到底有多狠 他说简直就是不要命啊 这部剧虽然没有狂飙那么大的制作 和那么硬的演员阵容 甚至因为他的粗制滥造和儿公主的神演技被潮 但不可否认的是 张宋文在剧中的确贡献了超凡的演技 也演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自恋且癫狂的大毒枭 黄宗伟人前谦逊有礼 对着客户当面陪笑 转身秒变脸 还时刻记着捡起烟头防止留下隐患 当警察找上他 他讲话天衣无缝对话自如 警察离开后他还迅速行动 去河边扔掉大哥大 假装小便成功瞒过警方 陈建昌逼他现场制毒 他高傲地提出要求 姿态高昂坐下等着被膜拜 对自己的毒品充满了信心 几个响指大手一挥 就奠定了自己即将变身毒品大佬的基调 也铺好了一条不归路 黑老大双轮会逼他教出毒方 他淡然教学 严肃认真到好像真是一个教化学的老师 前脚走出教室 后脚里面的学生就在自己的节拍下轰然被炸 陈建昌对他来说只是一个赚钱的工具 他却在陈建昌死的时候表现得万分痛苦 当然这也不过是表面功夫 背地里他还是偷偷拉走陈建昌的尸体 让阿龙给他找来工具 把陈建昌化成了一桶血水 替自己挡枪 得知儿子们被阿美绑架 黄宗伟向阿东求助 希望阿东帮助自己回到国内去救儿子们 阿东给他想的办法就是坐飞机入境 然后在偏僻的地方 躲进一辆装满余虾的冷藏车 躺在一个保温箱里 好躲过警方的追查 但是冷藏车即便温度可以调高一点 也不可能高到可以待人 那样一定会露笑 当黄宗伟躲过了警方追查后 人已经冻僵 最后靠着中医的汤药和不停的保暖 人才缓过来 咱就是说再这么多折腾自己几次 黄老板就算不被抓住 有命挣钱真的还有命花吗 我们下期再见